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OpenCV 3.1.0 特征提取与检测教程 第16课 那么我是课程的讲师 甲智刚 那么这个是我的微博流浪的鱼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呢开始正式上课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一下 AKZ1 局部匹配 这个要把它粘起来 读一个英文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读 因为这个单 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英文单词 它是一个 日语英译过来的 因为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 一个日本在这个领域的中大发现 它日语 所以说 我们首先呢 讲一下就是说AKZ AKZ1的 就是局部匹配的介绍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下代码演示 那么这个演示呢 我们代码演示我们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基于AKZ1的 就是检测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它的描述值跟匹配 我们讲这两个部分 首先呢 我们就是说 它这个局部匹配的这个算法呢 就是跟我们 它也是特征 也是特征 AKZ1特征 就是本来叫做 KAZ1特征 然后这个A是怎么来的呢 A它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音译 A是acceleration 就是说加速的AKZ1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本身呢 我们就是说 OpenCV有个KAZ1这个算法 然后还有一个AKAZ1算法 我们到这也比较一下 看哪一个就是速度稍微快一点 我们就基于这个实现一下代码演示后来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看的就是说 来认识一下这个 特征提取的这个这种 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KAZ1要把这A先暂时去掉 暂时去掉 因为A是就是让它加速了 然后它又提出了在基础上 这个算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大致的流程是没有大的改变 那么第一步呢 是我们要构造尺度空间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Surf Shift 然后还有包括HAR 还有我们的LBP 还有我们的HUG 我们的基础算法我们都讲 他们无一例外的 想要做到尺度不便宜 都会构造尺度空间 特别对于Surf跟Shift 它构造尺度空间 它都是基于线性库章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上采验下采验 都是基于线性的那种来进行做的 对不对 但是这样做呢 就是说会带来几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后来要进行差值寻找 因为它不是连续的 对不对 不是连续的 它有时候它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极致 或者极致极大点 虽然你用那个就是拟合 但是你拟合出来的并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有计算上的各种考量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正确的 跟我们的理论跟现实 总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AKZE这个算法 它是采用一种非线性 非线性的办法去构造尺度空间 那么这样它构造尺度空间更准确 然后得到了特征点的检测 就是K point 就比我们那个要更准确 更好的就是说构造了一个尺度空间 它构造尺度空间的方法叫做AOS AOS叫什么呢 叫真性算子分裂的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KZE这个算法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讲起来呢 可能是说几十页 那个它论文有好几十页 然后你如果把它论文看完了 然后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 因为它在每一步里面都涉及到很多的算法 就是它不是有说 说我们就是很多做图像处理 它其实我们大的那个算法 shift 里面每一步骤都是有很多图像处理的操作 每一小步里面都有很多 然后从此构成了一个大的算法 我们在做图像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思维 永远不要说我们就是命中一种算法 然后就肯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你的就解决你应用生产能够达成目标了 肯定不是这样 肯定你有前期处理 你有中间的关键的一个步骤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辅助步骤 还有或者一个精准的结果的 如果没有这些步骤的话 你不可能就是说你靠个API 然后就出一个精准的结果 那些除非是一些简单的处理 我们可以这样做到 但是对一个应用系统跟工程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很多要求 没有这么容易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surf和shift和这些算法的学习 同时还要学习他们的思路 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 学习他们解决问题的这种这种方法 这个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这些的话 我们就要有这些思维 所以第一个就是iOS 构造尺度空间基于非线性的 第二个就是有了构造了尺度空间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不同的尺度空间 我们可以进行就是一个哈森矩阵 哈森 然后那个最好的那个响应的那个值 那么有了这样我们就找到kpoint 有了kpoint我们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orientation assign 如果我们没有方向的话 我们就没法玩这个事情 对不对就没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旋转不变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要加上这个 那么旋转不变性我们怎么获取呢 方向指定吗 还是要基于那个在不同尺度空间 计算它的一阶就是图像的导数 导数就是图像的微分 对不对 微分图像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就图像之间 每个像素之间的差异 那么有了这个差异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x方向y方向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角度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是说在基础的图像处理里面都讲了很多遍了 所以这边的话 然后有了角度之后 对不对 生成描述子 也许你还要给它来一个什么 规刑化 然后我们就有第三个不变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都是就是说 你最后做看多了 念多了 然后想想它就应该 它既然是一个特征 而且就是说 比较好用的一个特征 那就应该满足这几个条件才对 如果满足不了的话 那么它肯定不能用于实际的工业领域 或者应用生产当中 因为这样会出大问题的 就是它根本无法检测 也准确力可靠性都无法保证 当然有这些的话 我们还要做很多实验 然后来证明我们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KZE这个局部特征 就是这个提取呢 这个算法呢 它是就是是在很 那个里面的都没有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们 现在OpenCV3.1.0里面有了 那我们就要学一下 对不对 我们学一下 就是说大致知道这几个步骤就行了 然后 知道那几个就是不变性 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大致的原理 我们清楚了 我们就要看一下 就是说 一个是 下面呢 就是说KZE 我们知道了 然后AKZE就是它的加速版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么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与Shift Surf就是说 比较一下 就是说更加稳定 它 对不对 因为它 他们就是规避了 那个Surf跟Shift 那个寻找 它那个就是说 它要那个通过那个插值 通过态度激素展开 进行插值 那么种缺项了它 然后更加用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以前的 很很旧的那个OpenCV版本 1.0 甚至2.0 最初的版本 可能都没有这 都没有这一个东西 但是后来的话 好像从3.0 还是从2.4点几的 那个X的那个版本里面 之后开始有这个AKZE的 所以具体我没有去 仔细的去查了它 但是它 我们这边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这个Surf Shift Shift的时候 好像是2001年 还是2004年提出来 2004年 2004年 还是2001年 提出来 所以它离我们 稍微还说 我们现在2017年 还稍微有十几年的历史 所以OpenCV 它越高的版本当中 越跟我们的科学界的 最新的发现 跟结论有关 KZE这个速度更快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代码演示 那么代码演示 我们也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KZE跟AKZE的检测 第二个就是它们的匹配 那么下面我们就是 之前没有给 大家定义好了 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从头写一下 把它准备准备漏掉了 就是说我们叫做 KZE Demo DetectDemo DetectDemo 然后有了这个DetectDemo之后 我们就建一个空项目 对不对 版本了 所以说没有在我们的 就是 就是 X去那个 那个版本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我们需要 需要它的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因为 Contribute里面那些 很多偶尔的模块 它都是no free的 no free当然是要钱 对不对 毕竟是人家辛苦的发现 就是要点钱 也就是属于那种情有可原 就是你要理解的 对不对 就是你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也是你的研究成果 它也不是说吃一顿饭 就发现了 它也是经过很多江湖族角的 就是思考啊 或者是什么 才发现这个东西 然后大量的实验数据采集 就是 学显HPP 然后有了这个字号 然后我们 include iode.stream 然后 using namespace 我们要把那个名空间给加上 可能会用到那个 我们要找那个cabot 肯定用到那个victor 所以我们标准的那个c++ 加了那个victor那个东西 要加成stb的 然后我们int mine 即使没有我们ar gc 然后我们这一个是argv 其实这两个参数好像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src嘛 然后rmreal 对不对 我吃到有一张图了 叫vc projects 这个里面有一个解释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test 点png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直接把它变成辉入图像 不要每次再去 还cvt cvt color 那个convert color 然后我们这样直接把它变成辉入图像 我们src.empty 如果是唯空的话 那我们就说明他没有找到 我们写 就是说你对victor 但是就是说一切都了然于胸 了然于心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就是说 很熟练的把它给 这叫我们input image 对不对 我们input image src 我们先把这个打印出来 这个看一下 给大家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调试一下 还没还没生成好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调试一下 就是这张图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就要干 就是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kz去create那个特征了 create那个特征 我们又要讲到前面那个 跟我们的那个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对不对 pterkazze就这个嘛 create 还有我们就create 我们create这个特征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 对不对 然后我们既然我们创建了 那么创建了我们就要用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用之前 我们前面已经上过好多次当了 victor keypoint 我们要把那个keypoint相给 对不对 keypoint 好了 下面我们就detect 然后detect 对不对 我们detect 我们输入图像 我们他输入图像可以支持 就是说mask mask 我们说了没有mask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获取了我们的keypoint了 有了keypoint 有了keypoint之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想干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要看一看 我们这个弄出来是多长的时间 double te 第一个时间就是get t counter 然后 double t 2 等 get t 那么一般的话 没想给大家演示这个 但是呢 因为有时候就是说 必须得又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么干的 然后double 1,000 乘以1,000 然后我们处理他的频率 gettickfrequency 然后我们printf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算法执行的时间 time consume 时间消耗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 毫秒 然后我们这个是绝对是要弄这个的f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wtkz 就这样就对了 keypoint image 然后我们driw 就keypoints 这我们就是输入图像是什么是我们什么那一张图像 就是我们的 呃 输入图像是我们的那个src嘛 对吧 应该没错吧 我们detect的不就是在src上面 然后keypoint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输出图像就是我们的keypoint image 然后我们的color clam 又又 哦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 jooflag dn iw 对吧 结果可以显示出来吗 k a z e result 或者叫keypoints 就都小写吧 p1 keypoints 然后有人有同学说老师你那个怎么namb的window你怎么没做呀 其实你不做namb的window他也会给你创建一个 但是这个窗口就是说你再建一个然后跟他同名的话 他还会再显示一个窗口 啊 但是你如果创呃创建一个窗口之后 然后再跟他同名呢 他就把他这个原来给替换掉 是稍微有差别的啊 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是有了keypoint 然后我们就重新生成了嘛 重新生成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呃kz这个keypoint给打印出来了啊 呃时间比较长一点啊 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呃包含了这些所有的步骤 然后时间比较长一点 因为就是他那个旧的时候他比较花时间 就这些keypoint然后我们detect的这些keypoint的呃 最主要我们detect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字形 这一步他就花了四秒钟 哎 所以他他还是算比较时间比较久的一点 然后我们就是看看我们这个 哎 我们把这些呃特征点全找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基于kz的keypoint 然后我们akz呢 我们还可以有个a呢 我们这边就直接把这个a加上就行 哎 这一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哎 这个这个加速的确加速了 对不对 哎 看看我们这个时间是不是比刚才那个时间短多了 看看我们这个是呃通过akz kz这种方法 哎 获取的keypoint 然后这个是我们原来那个keypoint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就说啊 这是我们的代码演示 我们的detecting 那么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我们的呃kz的matches 我们要ddm都给他演示了 我们获取怎么获取描述子 kz的描述子怎么去mapping 那个呃就object的跟object in 呃sensor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这一节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